是從下列個函數的定義域 第一個的定義域的話是 s 屬於所有的時數都可以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是s 屬於所有的時數 且s 不能等於2 1等於2的話分母為0不合 第三個的話 9-s平方大於等於0 所以s 在3-3之間 所以寫出來它的定義域就是 s 在3-3之間 s 屬於r